感謝俊凱起了這個頭 那陸續辦了這幾場 到這個高中校園 去做一些你們以前在國外的一些學習經驗 讓這些學弟學妹 讓他們可以先有一個比較正確的 客觀的認知 知道說出國是什麼意思 那自己對於未來的學習要怎麼安排 那我想這個創業 我想這個應該是空前也是絕後 經驗我們在國外留學的經驗 對這些學生來講 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那我們也非常樂意分享這些經驗 去分享一下我在國外的經歷之外 也讓我自己去整理一下 我自己在外國的一些遇過的事情 給一些學弟學妹們可以了解一下 事實上出國並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可能在生命中都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 那很高興能在這次的公益活動中 分享我生命中的小故事 藉由這次的活動 我可以把我的經歷和我的經歷過程 和我的努力的道理分享給學生 希望可以用我的專長幫助更多的人 因為我們還來著這塊土地 所以這邊還有感情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可以回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為這塊土地多做一點貢獻 你的出身跟你的經濟狀況都不該從你的接口 與其羨慕別人不如成就你自己 希望未來的你會感謝你現在的你 加油 只要你有目標 全世界都會一起來幫你 就是可以希望給大家這個勉勵 那我想來這邊勉勵各位高中學生們 未來是你的 外面很大 我們該去做夢吧 我們是來自各縣市的外語替代議 我們是來自各縣市的外語替代議 我大學是在台灣的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區畢業的 那我在畢業之前是很幸運的 就是被以我們系上推薦去美國的伊伊諾大學 去做什麼科技管理所 然後我畢業於美國華盛頓大學 然後是行銷與財經專業 對然後我曾經在國三那年畢業的時候 有一個機會去美國做交換學生 然後在那之後回來的時候我就 非常喜歡那邊的環境跟教育 然後我就之後上大學的時候 我就上面申請美國的大學 衛會問問題是最重要的 因為有好的問題是代表 員工被對交代的事情 有清楚的邏輯想法 也會問問題 往人激發好奇心的創造力 如果你覺得你有能力 超越你的20K 25K 你就要嘗試進步自己 而不是被台灣的新聞說 台灣現在年輕人25K 26K 這個其實還是取決在自己 如果你覺得你多過於這個價值 你去想辦法改變 而不要當一直抱怨 改變和抱怨長起來容易 可是要做好 所以你們現在高二嘛 到大學的時候 你會更慢慢想這件事情 我想要被社會的第一眼 還是我自己第一眼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認識到這些精英 那我自己就是可能成為 現在大家看到就是在飲料店啊 或在什麼店家插桌子 那一種人 所以我因為出了國 我因為學了英文 我的視野變得不一樣 那對我未來的路也變得很不一樣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尤其是因為經濟方面的因素 而埋沒你出國留學這個夢想的人 可以跟我一樣 就是好好的想一想 那選擇一個對你自己最正確的路 手指搓臉 手指搓臉 好 手指搓臉 好 手指搓臉 三 二 如果真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然後真的會有很多人會幫助你 台湾大学的交换学生的名额是远远多于想出去的人 那就比较说你只要靠近台大里面 你只要想出去交换你有这个意愿就可以出去 你能听一下苏法兰人讲英文吗? 我可以听一下苏法兰人讲英文吗? 我是Russian 我可以听一下苏法兰人讲英文吗? 有没有听过他们讲我吗? 我去那边第二年住在苏法兰人的技术家里 都是我货子 我没有办法通 你的程度在哪里才能把你放在哪里 可是美国我认为觉得还蛮棒的地方 所谓英才使教 好 那个时候我有专家那个 刚刚有专家的就是音乐表演课 他对于音乐 对音乐一窍不同的我 或者是完全没有音乐体质的我 然后居然也可以在美国当天的反校日的舞台上去那边表演 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你们在国外大公司住在当地的选择 还是你们都能自己找地方 有没有国外 就是台湾教会制度 国外没有的 然后你们还觉得是 国外可以消防台湾某一个教会制度 有大的想法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想要顶一下我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像我们都是自己煮饭 然后住学校的地方 所以我一年的生活费大概就跟台北一样 大概20出头万这样子 就是等于是在台北租了一间泡房 然后平常吃饭都正常吃 只是我在Ready店的话自己住这样子 所以其实没有花了非常多 那那一笔钱是我之前要去之前几年 就开始打工接家教存下来的这样子 那我今天要带给各位的就是不是说 喔我去台北已经很棒了 是我可以因为我会的 因为我去做一些我的兴趣 但是台湾常不到的事情 那下一张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可以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这个是在来到 就是在来不同的地方 欸又是我自拍 那我觉得你不会也没关系 因为其实我学的是很美式的用法 所以这个其实美国比较常在用 那我觉得我也是最近才学会 就是我觉得要勇于去问问题 就是你不会不丢脸 可是你不会你装懂不问才是真正的丢脸 对于学业 还有在兴趣专程方面 就是该什么是他们的 然后就是平常都有选择是什么 还有就是国外的学生和台湾的学生 对于兴趣和课业的教育 学者差别是他们的 要去德国念书的话 是你只要考过欧语鉴定 就要还是要考亚识 这段实际的 那你要怎么去检视说自己的经济长 对于出国方法 如果像其他我们跟他一些女孩 还会再介绍一些出国方法 那多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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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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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非洲專文二 那我們就是第一次學習哈蟲類的解譜 然後大家都是在旁邊做學習這樣 就是來自八十個受益學生 來自二十四個不同的國家 我很幸運可以代表台灣去參加這個活動 先習慣舉手的感覺 等到你真的覺得說 這個問題你是在害怕的不得了以後 再把你的手放下吧 大家給他一個評分好不好 我在澳洲我在八年 然後是學年才回來的 然後我在澳洲八年的時候 我在那邊讀高中 然後大學也是讀了一個平面設計 你們知道該變什麼嗎 我們要不要一個玩一下321的遊戲 好 321 你現在跑上哪一個張學 那個是這樣 恭喜恭喜 可以問你為什麼要選擇去美工嗎 因為有保三年的工作錢 是這樣子 所以 然後已經做了很多功課了 還不錯 你最會的事物理 你要怎麼規劃自己 就是要是怎麼樣的生活 你要去自己想 去去改變 那你不喜歡你現在的狀況 比如說你現在的科系 多大一不喜歡 那你想辦法改變 你要去復習行動 這是你要去思考的東西 而不是說大師徒完了 畢業了 啊 這科系不是我喜歡的 其實在Gap It就是 撞有這個空檔年 在亞洲社會跟華人社會裡面 其實 老實講是不太被推崇 甚至是覺得說是一個偷懶 或是 一個逃避的舉動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在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自己在思考說 我自己真的想要做的是什麼 然後我希望說 在這個空檔年內 我會做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 跟調適自己的心靜 在2018年的初夏 我們都和熱血的夥伴們 完成了一趟很棒的旅程 而在那之後 就由我們主宰自己的人生了 走過台灣北中南東 與上千位同學交流後 我們在暑假的尾端 準備為自己的一集 畫下完美的句點 我們的初衷 始終是為了最愛的台灣 做出改變和回饋 做出改變和表情 做出改變 作詞像是否選擇 作詞像是否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